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画櫻桃女孩 因为有观众留言说想要画櫻桃女孩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画櫻桃女孩吧 在画之前记得先subscribe我的频道哦 现在开始吧 像平时一样我们先画一个圆圈 今天我们要画低一点 因为有那个櫻桃的梗 画的不远没有关系 慢慢修饰就好咯 修饰到你要的形状 OK 然后呢 我们大概 把药的尺寸 画出来 我们大概做到这样的 我们它的裙子的长度 脚的长度 身体 我们把身体裙子 把外形轮廓画出来 它的脚 这样 这样这个就是大概我们整个櫻桃女孩的尺寸哦 然后我们要画它的头部的细节咯 我们让它戴着一个櫻桃帽子 这是它露出来的脸的部分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要加大一点 等一下中间那一个线我们可以擦掉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要画它的手的位置 把它的手的位置大概先画出来 那么今天画它 双手拿着蓝纸 满满的樱桃 这样子才颜色的时候比较干净 我们可以先把蓝纸 我们可以先把蓝纸 画出来 把它这么大 你可以自己决定尺寸哦 然后画大一点小一点 都没有关系 蓝纸的细节我们可以用颜色 把它描述出来 这样就是我们 樱桃女孩的样子 我们现在画它的脸部 可以为它设置发型 然后我们画上那个樱桃的梗 我们可以加另外一颗樱桃 我们常常看到 我们家画樱桃 就是两颗樱桃在一起 可以加一颗叶子 做点缀 它的裙子呢 你要刮宽一点也可以 这样比较可爱 然后我们在 打篮子里面 加上满满的樱桃 以后 然后我们要用颜色的窒 给它的裙子 给它设置 好 最后加上眼睛 明亮的大眼睛 闲亮的大眼睛 啊 等一下上颜色时候 再让它扇晒发展 然后加上迷笑的小嘴 等一下上颜色时候 我们可以给他放一个蝴蝶结 这样我们的樱桃女孩就完成咯 现在我们来上色吧 我们来上色的蝴蝶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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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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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谢谢大家